华山是古人口中的奇险天下第一峰 俗燕云自古华山一条路 那刀削斧劈的万丈绝崖 那惊心动魄的长空战道 那令人胆寒的要子翻身 无不彰显出这座天下名山 让攀登者心惊感战的一面 华山正是因为他的险峻 而显得卓而不群 西越华山位于陕西西安以东 120千米的华阴市 海拔2200米 古称泰华山 华山由于断块上升及花岗岩垂直结理的特性 使其具有萧城而四方 其高五千刃的险峻形象 在华山五峰中 又以东峰、西峰、南峰三峰较高 东峰是凌晨观日出的家地 西峰的东西两侧壮如莲花 是华山最秀奇的山峰 南峰、洛雁峰是华山最高峰 三峰以下还有中峰和北峰两峰 另外,华山的名胜古迹也很多 庙语道观、亭台楼阁 雕像时刻随处可见 华山号西岳自然少不得供奉西岳大地华山神的西岳庙 西岳庙在华山以北五千米的岳镇街上 位于华阴市区东两千米处 距西岳华山玉泉院八千米 被誉为天下第一庙 西岳庙坐北朝南 庙门正对华山 始建于汉武帝时期 后来成为历代帝王祭祀华山神的场所 华山之显观觉天下 而作为天下道教的名山 华山的文化底蕴深厚非常 每一山、每一带、每一栋 似乎都有道家的先宗 或许只有陈下新来 将身心都置于华山的山水之间 才能慢慢体会到他独有的韵味